一什么是更年期综合征? 更年期综合征在医学上一般称为决定期综合征,或者为决定期综合征,是指妇女在决定前后出现第一系列决定相关的症状,二更年期一般发生在多大年龄。 根据邦有吉等主编的妇产科学记载,中国和西方人的更年期发生年龄不一样,中国的南方和北方也有差异。 中国北方城市妇女平均决经年龄在49.5岁,南方妇女平均决经年龄48.99岁,美国中卫决经年龄是51.3岁。 三更年期有哪些症状,月经改变,月经逐渐减少,或者不规则,直至停止,个别也有突然停止的血管疏缩症状, 熟症八性潮热,出汗等,精神神经症状,熟情绪波动大,易激动,多疑,焦虑,抑郁,记忆减退,头晕,失眠,疲乏等。 灭尿生之系统症状,如外颜骚痒痒,引导干燥疼痛,性胶困难,性欲低下,尿瓶,尿疾,尿疾,尿失肌等等。 代谢异常和心血管疾病,如血压波动,心肌,胸门,血脂血糖异常,肥胖等等。 股质疏疏,腰背,四肢,关节疼痛,甚至驼背,骨折等等。 此更年期如何饮食和养生,更年期妇女可以通过加强自我饮食和生活的保健,适当参加体育锻炼和社会活动,帮助自己平稳度过更年期。 首先,要正确认识更年期的症状,懂得这是一个生理过程,不要因此而产生过多的焦虑和不安,保持心情的舒畅。 其次,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,有规律的生活作息制度,避免熬夜,增加太阳的照射时间。 第三,多吃些新鲜蔬菜和水果,适当补充些鲜奶和钙片,保持足够蛋白质的摄入。 第四,坚持体育锻炼,保持适当的社会交际活动。 五更年期的药物有哪些? 更年期症状明显的才需要药物,的药物有很多种,不建议自行购买药物,需要在规范的医疗机构就诊,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用药, 才能保证用药的安全和疗效。 西医的包括激素补充,调整植物神经药物,辅助睡眠药物,预防护制输送药物, 五,抢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等等。 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,中医药方面大多使用消疗丸加减,或者五肾,调气血等辨证论质,也有一定效果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